法國巴黎奧斯曼大道的聖誕彩燈亮起來了 濃濃的假日氣氛 瀰漫在這條著名的購物街上 每當聖誕節到來時 法國巴黎的老佛爺百貨公司 都會點亮成百上千的彩燈 各種創意讓人眼花撩亂 燈光伴著音樂 還有形象可愛的玩偶帶給人們驚喜 一個多世紀以來 這些玩偶給一代代的巴黎人 增添了不少節日的快樂 在今年的聖誕裝飾中 蜜蜂們嗡嗡作響 一些蜜蜂還乘坐飛機 或者用智能手機聽音樂 而蜂王則在和小蜜蜂們玩耍 櫥窗中 搖頭晃腦的火雞 拿著木棍演奏打雞樂 還和鍋一起被放進了烤箱 看來 馬上就要成為聖誕大餐的一部分了 在巴黎人的廣場 是為了聖誕大餐的聖誕 聖誕的聖誕 聖誕需要太多工作 讓聖誕大餐的隊伍 聖誕大餐的聖誕大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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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聖誕大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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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到明年1月6日 顧客們都能看到這些構思精巧的 櫥窗聖誕裝飾 聖誕大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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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聖誕大餐